大家好 欢迎来到暗角的眼 我是路遥 有那么一个女人在杀人后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整容 使用超过20个以上的化名 在全国四处逃亡近15年的时间 就在追溯时效即将过去的21天前 终于被警方抓获 结束了她这段戏剧般的逃亡史 随着媒体的报道 她的事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后来还被翻拍成多部影视作品 她就是福田和子 逃亡的15年间她是如何过来的 警方如何在追溯时效即将过去前将其抓获 四处逃窜的她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暗角的眼今天为你讲述 日本司法史上的传奇案件 福田和子事件 故事背景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日本 此时得益于国内支柱产业的升级变更 当时主要的出口产品 由汽车钢铁行业转为家电产品 日本的经济又一次实现了腾飞 接下来的几年间 股市、证券、地价飞速上涨 帝王层出不穷 高级住宅区林立 街上到处都是超级跑车 人们出入高级俱乐部购买奢侈品 毕业的大学生供不应求 有些学生甚至在拿到内定的同时 能获得企业几十万日元的奖励金 每年涨薪都是一百万日元起 再一次的成功 让日本人错误地认为 经济会永远繁荣下去 可惜的是 1985年G5峰会之后 签署的广场协议开始实行 日本推行的低利率 货币增值政策 让民众将手头的资金 都投入到了不动产等行业 政府看到房地产行业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后 却高兴不起来了 拿东京举例 仅仅三年时间 地价从30万日元每平 上涨到89万日元每平 地价超过了它本身 作为居住地的价值 他们开始调整银行的贷款利率 并在之后征收土地税 政府的自我干预 没过多久泡沫开始破裂 随后日本进入了经济萧条 也就是大家现在所谓的 日本失去的20年 日本四国地区的岸圆县松山市 此时的福田和子与丈夫 已经结婚多年 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 他们养育了四个孩子 其中长子是他与前夫所生 得益于经济发展 仅靠丈夫一人的收入 就可以支撑起一家的开销 随着孩子们慢慢的长大 他们贷款购入了一户更大的房子 生活的压力再加上房贷 再靠丈夫一人已经力不从心了 于是福田出去找了一个陪酒的工作 日本陪酒女的收入比较高 工作主要就是通过与客人聊人生 陪他们喝酒 让客人购买酒水 偶尔也会有钱色交易 多了一份收入后 福田开始过上了奢靡的生活 他染上了赌博 爆买各种奢侈品 还偶尔出入牛郎店 如此一来 他的信用卡开始出现透支 找朋友借钱的次数也越发频繁 1982年 工作的地方转栏一位叫安刚厚子的女人 她和福田很快成为了朋友 厚子身材较好 能说会道 很快的 她成为了店里的头牌 1982年8月19日 两人约好在厚子的家里一起喝酒聊天 因为快到这个月的还款日期了 福田打算在席间开口向厚子借点钱周转一下 退杯换展间 福田提出自己手头不太宽裕的事情 可是厚子以自己也没有钱为由 直接拒绝了她 在厚子家里摆放着这么多名包名表 在店里人气又这么高 怎么可能没有钱呢 于是 趁厚子喝完酒 坐在沙发上酣睡的时候 动了歹念的福田抽出自己的腰带 当场将厚子给勒死了 事后 她用浴巾和毛巾将厚子裹起来 暂时转移到了平时无人出入的紧急出口的楼梯处 然后将厚子钱包内的13万日元 以及两份存折收了起来 晚上7点多 估计丈夫已经下班到家了 于是福田利用公共电话 把丈夫叫到了案发现场 她告诉丈夫 厚子想杀她 她是在自卫的时候 失手杀害了厚子 丈夫力劝福田去自首 可是福田一口回绝了 她对丈夫说 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被抓进监狱的 二人随后商量 将现场布置成 后子为躲避债务而逃跑的样子 他们叫亲戚帮忙 租了一辆车 将后子家中的首饰 宝石 衣服 家具等300多件 价值900万日元左右的物品 全部搬了出来 其中大件的家具等物品 则暂时搬去了福田与男友所住的公寓内 8月20日 天还未亮 夫妇就驾车前往了当地的一座大山 他们找了一处僻静的林子 将后子的尸体埋在了这里 至于拿到的两张存折 福田请亲戚帮忙 拿着后子的印章去一行 将里面76.4万日元全部取了出来 8月23日 妈妈放见后子多日未来上班 电话也联系不上 就向当地警局报案 警察前往后子家 搜查后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大部分东西都已被搬空 初步判定是出逃了 就在福田的计划快要成功时 警方从房东处得知 前几天有一辆车停在公寓楼下 来来回回地搬东西 因为没见到703的租客 房东还是留了个心眼 记下了车牌号 通过车牌号这条线 警方查到了租车公司 福田的亲戚 最后查到了福田身上 8月24日傍晚6点 福田家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因为之前亲戚告诉自己 警察过来调查的事情 福田盒子本能地察觉 这就是警察打过来的 他拿起电话 假装成孩子的声音 妈妈在不在 妈妈不在 你知道妈妈在哪里吗 应该是在松山吧 妈妈在松山上班 大概几点回家呢 我想大概8点左右吧 好的 谢谢 挂掉电话后的福田明白 8点之前不逃跑的话 就没有机会了 临走前 福田还若无其事地 给家人做了一顿晚餐 丈夫下班回来后 他跟家人说自己要出去一趟 便出门了 这一走 福田盒子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 这一年他34岁 当时身上带着60万日元 刚出门 他就坐上了 事先用假名预约好的出租车 赶往了松山车站 从这里 他搭车前往了 甘山县 玉野市的轮路中心 接着他来到了大阪 在大阪车站 再次换成列车 打算前往本州岛最北边的青森县 可是搭错了班次 阴差阳错地来到了 石川县的金泽市 另一边 8月24日晚上8点半左右 警察找上门 此时的福田盒子早已逃至夭夭 于是警方带走了他的丈夫 丈夫向警方供认了事发经过 并带他们找到了被埋的安高厚子 接着福田丈夫以遗体弃罪被起诉收监 至于福田盒子 警方开始在暗原县内 对其展开全面搜捕工作 回到福田这边 到了金泽后 他决定在当地最繁华的聘厅落脚 选择这里是因为当地外来人口众多 不用担心口音的问题被他人怀疑 利用话名小野四人 他找到了一家夜店继续之前的工作 店里的妈妈桑对他非常照顾 帮他在此落了户 并作为担保人帮他租了一个房子 就这样 这里成了福田的第一个落脚点 但是他知道 要不了多久 警方就会发布全国通缉令 想来想去 只有整容这一个办法 8月30日 警方对福田盒子发布了通缉令 福田瞒着店里跑到了东京 在这里找了一家整形医院 割了双眼皮 聋了鼻子 然后跑到了京都 打了个电话给宋山市的朋友 之后福田回到了金泽 继续在这家夜店工作 案员陷警方收到消息 错误的判断 福田跑到了京都 于是将搜索的重点 集中在了关西片区 1985年6月 福田认识了来自石川县 跟山厅当地一家和果子店的老板 他向对方称自己名叫小野寺 华氏 是京都一家传统料理店的女儿 嫁人后 因为南方家暴 他就跑到金泽这边一个人生活了 这位少东家 本来就对福田有好感 听说了他这些过往经历后 更加联系起来 他马上对福田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此时这位少东家 其实已经结婚 有一个家庭 福田也有一个同居的男友 但是二人还是摆脱了之前的感情 很快的走在了一起 随后福田也从夜店辞职 来到了和果子店里上班 福田热情开朗 能说会到的性格 受到了店里所有人的喜爱 南方家人也对这个未来的媳妇 感到非常满意 自从福田来到店里后 小店的生意开始蒸蒸日上 没过多久 小店就重新翻修 并扩大了店面 附近的人们都称赞福田 是一个能干又贤惠的人 少东家也顺水推舟 向福田提出来登记结婚 可是福田拒绝了 他谎称 之前就是从家里跑出来的 至今还没有离婚 所以不能登记结婚 听福田这样说 南方只能作罢 随着日子一天天变好 福田心里的想法也开始变多了 1986年9月 因为忍不住对儿子的思念 福田冒险跑回到了爱元县的京志市 与长子见面 福田为了能将儿子带在身边 他带着儿子来到了京泽 向店里还称 儿子是他的侄子 让儿子在这里当起了学徒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的时间 福田来到店里 已是第三个念头 他始终拒绝登记结婚 至少老板一家耿耿于怀 有一次 全家组织温泉旅行 在温泉旅馆里 邵东家偶然间看到了福田和子的通缉海报 感觉他和小野寺在神情间居然很像 他对福田说 你不会就是那个福田和子吧 你说什么呢 诺大的世界总有那么几个人 长得香的啊 这次虽然被福田和子这么糊弄过去了 但是接下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家里人有一天在整理福田长子的衣物时 无意间看到了长子的驾照 地址一栏赫然写着爱原县松山市 可是福田和子之前一直对他们说 两人都是来自京都的 回想起福田和子出门时都化着农装 还时刻戴着墨镜 一家人瞒着福田经过商量之后 决定还是将此事通报给警察 1988年2月12日白天 接到情报的警察上门了 在这里警察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是抓捕福田的时间选择在了白天 第二点是警方不知道福田已经正容了 恰巧邻居家在半百喜事 热心的福田正好在邻居家里帮忙 看到警察过来后 福田马上本能地丢下手中的一切 飞奔到了后院 拿了一辆自行车 骑上就开始飞奔 就这样 他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五年多的地方 除了一身衣物 什么也没有来得及待上 为了摆脱警察 他从金泽一直南下跑到了名古屋 而这将近235公里的路程 他就靠一辆自行车 身无分文的他 此时只想赶紧挣到前进行第二次阵容 可是没有哪个店会愿意收留一个全国通缉犯的 找了很久 他终于找到了一家请去酒店的保洁工作 这里只需要提供姓名 住址就可以立即上岗 并且请去酒店没有前台 即使偶尔有情侣出入撞见了 也就是那么一两个人 不会有人想到自己就是通缉犯 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福田的同事还是发现了他通缉犯的身份 可是他们并没有向警方举报 而是劝说福田自首 福田知道后再次收拾东西离开了 此后他又打算重新找一家类似的酒店做保洁 可是找了很多家都需要提供照片和指纹信息 他只得作罢 经历了多次的追逃之后 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 那就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从1988年到1996年 这八年间北起北海盗南至山口县 他辗转了一个又一个的地方 一次又一次的阵容 他流浪住个桥洞 用化名做过饭店服务员 酒店清洁工 酒吧陪酒等等工作 每到一个地方 他也不与他人过多的交谈 每次感觉身份有暴露的风险时 他就立马收拾东西前往下一个地方 就像是一只没有绞的鸟无法落地 累了也只能在风中休息 这是他一个人的旅程 更是他与全世界的一场对抗 一旦输了 他就失去了自由 1992年 离安刚后子被害案案发过去十周年之际 警方加强了搜捕行动 这回警方针对福田 首次发行了应有福田通缉令的公用电话卡 1996年 距离学校期限还剩一年左右 福田来到了福井县 福井市躲藏 他在当地找了一家宾馆 订了一间最靠楼道里面的房间 因为这个房间边上就是紧急通道 福田打算在这里静静地度过接下来的时间 直到案件时效到期 有一天 在街上闲逛的他 经过一家关东主的店 时至冬天 他看到店内柜台上热气腾腾 人们在里面聊得喜笑颜开 截然一身的福田 仿佛被什么击中了一般 他推开了小店的门 没多久 福田就与老板娘 以及店内的人打成一片 他自称中村林子 在福井市当地商场里面 做化妆品贵姐的工作 平时只要有空 福田就会跑到小店里坐一坐 喝点酒 和店里的人聊一聊 因为能说会到 平易近人的福田经常光顾 小店客人也变得比以前更多了 可是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警方抓捕了14年都没有结果 在时效仅剩一年时间的时候 日本警方联合会 出资了100万日元作为悬赏金 只要为抓捕福田盒子 提供永利线索的人 都可以领到这笔奖金 而当年给福田做整容手术的医院 也在此基础上追加了400万日元 福田盒子的悬赏金 一下子提高到了500万日元 90年代的日本 若前面提到 刚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时期 整个日本社会都沸腾了 民众热情 空前高涨 用全民皆侦探来形容 也丝毫不为过 即使这样 警方还是没能找到福田盒子 因为他现在的脸 和公布的照片又有了一些变化 而聪明的福田盒子 在经常光顾的关东主店内 会欲情故纵地向大家吐槽 自己被误认为是那个全国通缉犯 时间很快来到了1997年7月17日 距离时效到期还有33天 警方再也坐不住了 他们公布了福田的声音资料 接下来的几天 日本媒体也非常配合 电视里一天到晚都在循环播放福田的消息 关东主的老板娘和经常光顾的一位客人 听了录音之后都觉得 经常来店里的林子是福田的可能性极大 于是他们通知了警方 警方这次显得非常谨慎 因为这大概是他们抓住福田盒子最后的机会了 警方让老板娘帮忙 保留福田吃饭时用过的杯子或餐盘 到时候提取指纹进行对比 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本人了 7月27日 消失多日的福田终于再次出现在了小店 这次老板娘偷偷地藏起了福田喝酒时用过的杯子 在他离开小店后 老板娘将杯子交给了警方 7月29日 距离时效还剩21天 福田像往常一样来到这家小店 可能是对老板娘以及小店内的熟客太信任了 或者是对自己能逃脱法律制裁一事太过自信了 酒足饭饱后 他卸下了防备在店里唱起了卡拉OK 另一边 酒杯上的指纹经过检测后 警方确认了 此人就是寻找了将近15年的福田盒子 联系上那位老板娘 他在电话里告诉警方 福田盒子此刻正在自己的店内 警方赶到店里的时候 福田正好告别老板娘往外走 刚到门口就被埋伏的警方拦住了 至此 他忘了5459天的福田盒子正式被逮捕 安刚后子被害案告破 被捕后 福田被警方用衣物盖住头 一群警察围在他四周 压着上了府警开往大阪的列车 在大阪再次换乘列车前往老家松山市 沿途凡是有京庭的地方 都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 警方只得大声怒吼着 为押送福田开道 1997年8月18日 送检后的福田盒子终于被检方起诉 而此时距离追诉时效8月19日 仅剩下11个小时 关于日本刑法的追诉时效问题 我这里罗列一个表格 简单说明一下 依照日本刑事诉讼法250条 针对犯罪程度的不同 法律规定了不同的追诉时效 可能有观众听说过 日本自2010年开始实行新刑法 彻底取消了对于死刑追诉时效的限制 事实上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取消 这个表格是主要针对命案这一块 本案发生时期 刑法还未进行修正 因此福田盒子适用于刑法修正之前的 追诉时效上限15年 回到本案中来 1999年5月31日 本案在松山市地方法院公开庭审 当天法院准备了33个旁听席位 可是前来排队的却有1574人之多 庭审主要围绕福田盒子是否是有预谋杀人 福田当然适口否认 但是可能出于他长时间逃亡的行为 法院最终采信了检方的意见 判处福田无期徒刑 随后他被押往和歌山监狱关押 2003年11月 最高法院驳回福田上诉请求 维持一审原判 如果当初福田盒子主动自首的话 说不定他只需要15至20年时间就可以出狱了 他为什么宁愿抛下家庭四处流浪 也不愿到监狱里去呢 这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 1948年1月2日 福田盒子出生于岸园县松山市 从小父母离婚 父亲抛下他们母女后 从未给过一点生活费 为了活下去 原本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 只得做起了皮肉生意 高中时福田交往了一个童年级的男生 可两人陷入热烈没多久 男生就因为事故死掉了 自暴自弃的福田变得无心学业 在高三那年选择辍学 18岁那年 因为经济困难 他和童俊男友选择入室盗窃 对象恰好是高松市地税局局长的家 他们盗得一台相机和一些现金 事发后很快被警方逮捕归案 在松山监狱关了两年 在关押期间 发生了著名的松山监狱事件 松山当地黑社会组织香田会买同玉井 来到监狱里喝酒赌博 然后肆无忌惮的强暴 关在这里的女球 而福田便是这个事件中 那些不幸的女犯人之一 相比其他人 她的经历要更为不幸 为了避免即将失控的情况暴露 松山监狱的典狱长提出 将部分年轻女犯人 转移到高松市的监狱 福田就在这个名单之中 谁能想到这一次的转移 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 在这里她又一次遭遇了狱警的性侵 1966年6月7月 当事人田中九只 库田正和相继自杀 再后来监狱当爱事又遭人故意焚毁 当年受辱的女球们 就再也没有了上诉的条件和门路 1981年 松山监狱事件的15年追溯期满 当初狱中发生的所有恶行 至此彻底融入黑暗之中 20岁出狱后 福田与一名渔夫结婚 但是渔村的生活环境太小 太无聊 福田马上就提出了离婚 并于第二年找到了前面提到的第二任丈夫 最初 她生的第一个孩子留给了前夫抚养 后来因为想念自己的孩子 她说服现任 接来了长子一起生活 由于自己从小却是父爱 长子又差不多经历了和自己相同的命运 因此她对这个儿子的照顾最为上心 逃亡期间 她会利用一切机会联系长子 有时还会约在一起见面 后来长子找了女朋友直至结婚生子 福田也都能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些好消息 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参加庆祝 当儿子知道福田被抓后 她既失望又高兴 高兴的是 她以后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去监狱 探望她的母亲了 福田和子庭审时 儿子站在证人席上 说道对于母亲所犯的罪行 我感到无能为力 对于受害者家人来说 我感到非常抱歉 但是不管怎么样 她一直都是我最尊敬 最喜欢的母亲 将来在母亲出狱后 希望能和她生活在一起 在她的记忆里 和母亲在一起度过的时光非常短暂 2005年3月 福田和子因为珠网膜下枪出血 在监狱里晕倒 被送到医院 经抢救无效后 于3月10日去世 结束了她这传奇的一生 福田和子在狱中留下了几封信 信的内容后来被公布 其中有一封写道 恶女也好 魔女也罢 但是我肯定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女人本来经济能力就比不上男人 在男人背后默默付出与支持 不是更有魅力吗 关于福田和子 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暗角的眼 我是路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赏 转发 打赏 转发